杨长林她的眼泪一向是只出现在偶像剧 出道十年她从来没有公开落泪过 她辛辛苦苦扛下一家人家计 那么结果她在节目当中接受专访时 妈妈跟姐姐卡片的真情告白感谢她的付出 结果让她呢经不住泪如雨下 她在镜头前泪崩 心疼的还回应妈妈说 我一直都在做喜欢的事 甘之如頤一点都不苦 偶像剧女王杨长林演戏演的拼命 但是很少人知道可爱活泼的她 剪头上扛着整家家计 心酸只能往肚子里吞 上节目时妈妈写信说 自己无能才让女儿这么辛苦 让杨长林超级不舍当场泪崩 感谢你一直以来为这个家的付出 请不要再问我幸福吗 快乐吗 我真的很想大声的说 我很幸福快乐 不要再为我担心好吗 因为有你 我真的很满足 杨长林出道前因为父亲经商失败 背了五百万的债务 虽然几年前还清了 但是妈妈跟姐姐都很低调 对外从不承认和杨长林的关系 妈妈写下感性的话语 改用卡片鼓励女儿 孩子 你是我的骄傲 惊叹好 不是因为你现在的成就 而是在演艺圈的十年 经历人情冷暖 酸甜苦辣 挫折压力 你还是坚持努力的往前走 并且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我这十年来在任何节目甚至演唱会 我眼泪没有滴出来过 连金钟讲 我知道 这是第一次 爱家的杨长林因为妈妈的鼓励 第一次在节目上哭成泪人儿 但也让大家看见金钟影后难得 小女儿的真性情 出现新闻林东明 两相陪台北采访报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